龙非夜,你敢 他一句废话都没有,狠觉刺去,没入端木窑的丹田处 龙非夜,你 谁 龙非夜大惊,一分神,苍秋子立马将端木窑拉过去,带他后退逃入了迷途 逃了一段路,确定龙非夜和韩芸汐没有追过来,他才将端木窑放下 我,我不会的,我的丹田,我的武功 能捡回一条命就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瑶瑶,这一回你可得好好谢谢师叔我呀 你,你是故意的 瑶瑶,从今以后,你可得帮师叔好好伺候李建新呀 你卑鄙 瑶瑶,师叔我舍命救你,你却如此恩将仇报 那师叔索性就将卑鄙这二字给坐实了 师叔,瑶瑶错了 只要师叔带瑶回天山,瑶瑶什么都替你的 师叔 师叔,咱们有事,好好谈,成不 告诉师叔,你是怎么伺候你师父的 我没有 没有 没有更好,那日后就只伺候师叔一个 你的脸都这样了 身子嘛,师叔还是很喜欢的 酸楚顿时涌上了心头 端木瑶鼻子酸,眼睛酸,差点就崩溃了 他使劲地推 苍秋子陡然冷声 你信不信啊,老夫能让你死在天山脚下 这话一出,端木瑶就不敢动了 任由苍秋子搂住 肮脏的手在身上乱摸 他无助地哭着 多么多么希望,拥着他的人不是苍秋子,而是师兄啊 师兄,求求瑶瑶,求求瑶瑶吧 他在心中呐喊 只可惜,龙飞也听不到 即便听到了,也不会就